山地岭 伴随着一阵哇哇的叫声 岭地之中的民众立即沸腾了起来 领主老爷有后了 这可是一个势力走向成熟的标志 要不是时间点不对 大家立即就要举行庆典 公开的庆祝活动取消了 但私底下的庆祝活动 却不在少数 这里又不是王都 自然没人去关注诗仪 这么点小问题 看着儿子平安落地 哈德逊没有多坐停留 立即跨上龙背直奔王都而去 龙骑士的优势 在这里就体现了出来 普通骑士往返一趟王都 纵马狂奔都得要小一个月 马克希姆一天就能够搞定 王都局势紧张 哈德逊这种重要人物自然不能缺席 但请假一天还是能够做到的 怀着好心情 刚到王都他就发现气氛不对 还没有来得及进屋 就被请到了王宫中议室 看着神色紧张的众人 哈德逊很是疑惑 自己才离开一天时间 这又出事了 难道又有重要宾客遇刺 要是这样的话 负责安保工作的官员 可以回家种地了 人到齐了 那么会议就开始了 卡莱斯伯爵 马丁内斯伯爵 把你们那边发生的事 给大家说说吧 凯撒四世神色严肃地说道 见到这一幕 哈德逊很是尴尬 从现场的气氛就可以看出来 除了他这个离开的家伙不知道发生了啥外 其他人都知道了 直觉告诉他 肯定和军事方面有关 否则大家不会专门在这里等着他 刚刚收到边界上传来的消息 黑森王国的军队在向科瓦西亚行省和奥伯拉行省集结 具体目标暂时不明 不过我和马丁内斯伯爵分析后一致判断 黑森人是冲着王国来的 临走之前 我们也布置了紧急预案 目前留守科瓦西亚行省和奥伯拉行省的贵族 已经开始战争动员 不过光我们两省的贵族司军 怕是无力抵挡敌人的冰封 听了卡莱斯伯爵的话 哈德逊被吓了一跳 心里直呼不科学 按照亚斯兰特大陆的惯例 人族国家之间要是爆发战争 先得寻找一个合理的动手借口 再派人下战书 这还不算完 下完战书之后 还得要等对方的军队集结到了边界之后 才能够发起战争 要是再注重规矩一点 双方的第一场战斗 还会约定时间地点 到了地方也不是立即展开厮杀 而是双方的高层在进行最后一次磋商 或者说是斗嘴 谭布拢才正式开打 要是能够成功说服对方 或者是一方服个软 直接收兵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 王国常备军已经开拔 会在最短的时间抵达前线 现在邀请大家过来 就是商议一下 黑森人是否要挑起战争 若是战争爆发 王国又该怎么应付 中部几个强国 都对我们北大陆虎视眈眈 会不会趁火打劫 要是战争扩大 我们需要面对那些敌人 又能够争取哪些盟友 凯撒四世抛出的一连串的问题 彻底将哈德逊给搞猛逼了 这是在讨论怎么应对吗 分明就是已经开始应对了 边界的省份开始全面动员 王国常备军也开拔了 不过这很阿尔法王国 以往的时候受人大军稍微移动 大家就是这么应对的 几百年的习惯成为了自然 现在大家都是靠前意识里的本能驱使下的令 这种好习惯一时半会肯定改变不了 哈德逊非常怀疑 阿尔法王国的军队完成了集结 黑森人还在讨论要不要发动战争 陛下 或许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黑森人的常备军不过23万人 能够投入到战场的最多一半 不管他们有多么精锐 一共就这么点兵力 让各地的贵族据城堡要塞坚守 他们怕是连科瓦西亚行省和奥伯拉行省都拿不下来 真要想入侵王国 必定会进行全国动员 不妨先看看他们的后续动作 再决定是否进行全国动员 王国正处于恢复期 不适合发动大规模战争 能够不打最好还是不打 哈德逊开口劝说道 只是越说些 他越发觉得不对劲 究竟谁是王国的鹰派代表啊 怎么他这个最大的主战派 变成了反战派领头人 陛下 哈德逊伯爵说得对 黑森人不比兽人好战 最近八十年他们都没有打过一场二十万人以上的战争 或许现在的兵力调动 只是一次试探 他们的使臣都没有撤离呢 德尔加多侯爵急忙跟着附和道 财政部 才是阿尔法王国最大的反战派 只不过受限于军事才能有限 德尔加多侯爵不敢轻易下结论 现在有哈德逊这位王国军事大家开口 德尔加多侯爵的心里立即有底了 能够不打 那就必须不能打 要是王国的反应过激 一下子点燃了战火 财政就真的完蛋了 当然 要是战争胜利 又是另一番局面 不过考虑到双方摆在明面上的实力 大家的心里还是没底 看似两国的常备军数量相差无几 但黑森王国军中魔兽骑兵已经成建制 武器装备也更先进 两国的贵族司军实力差距更加悬殊 阿尔法王国贵族司军精锐大都葬送在了兽人战场上 这才一年多时间仅仅补充满建制 战斗力有几分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在场的贵族老爷们 对这些军队没有信心 反观黑森王国的贵族司军 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都要强上一筹 超凡军种的实力差距更为悬殊 在黑森王国 谁家要是没有上百名魔兽骑兵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贵族 还有大大小小的魔法师团 具体实力不清楚 反正最烂的法师团 也比哈德逊那只袖珍法师团强 当然 阿尔法王国也不是没有优势 动员速度快是一方面 关键是王国这边的贵族 9成9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 国内的各种军队 单兵实力整体上不及黑森王国 但这些人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 这才是哈德逊敢断言 在据成而守的情况下 黑森王国那点激动兵力拿不下两省的底气 短时间无法取得阶段性胜利 那就陷入了战略僵持 人海战术一开 黑森王国的精兵优势就不明显了 亚斯兰特大陆可不太平 人族的实力不能无限度地消耗在内战中 到时候有的是国家出来劝架 要不是需要一段和平发展期 稳固自家的根基 哈德逊真不介意顺水推舟 同黑森王国干一仗 毕竟 对外战争那是真能够转移国内矛盾 与其让王国贵族内斗不休 不如带着大家打出来 输赢不重要 按照目前的玩法 人族内斗中的扩张主要是以蚕食为主 还没有一仗就灭人国家的 德尔加多侯爵 黑森王国已经召集各地大贵族前往王都开会 这就是发动战争的征兆 正所谓有备无患 王国必须要提前做好战争准备 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 被敌人给偷袭 话快要说完了 马丁内斯伯爵才意识到不对劲 貌似人族各国之间的战争 还没有直接偷袭的先例 不过面上 他还是依旧保持了镇定 先例这玩意儿 又不是不能开 在战争真正爆发前 谁也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守规矩 对上未发生事情的预测 自然无法用对错来定义 哪怕明知道自己的判断太主观 他也必须要坚持 这是边界贵族的生存之道 各任何人在他的位置上 都会要求王国全力备战 免得战争爆发后吃亏 最好是战争刚爆发 就搞一波大反推 将战场放在敌人的国界内 马丁内斯伯爵 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你们现在都聚成儿手 敌人就算是偷袭 也很难取得多少战果 为了区区几座城堡 就赔上国家的信誉 黑森人还没有那么疯狂 别忘了 我们和黑森王国的关系 也是最近一年时间才恶化的 双方并没有解不开的仇恨 就算是他们真的按耐不住 想要对外发动战争 我们可以祸水外饮 大不了默许黑森王国入侵一两个北地小国 那就墙头草就不错的选择 他们既然想要向中部几个大国靠拢 那就成全他们好了 听了宰相纽芬兰大公的话 哈德逊在内心深处直呼 好家伙 这不是随新号新号新号政策的翻版吗 阿尔法王国要是这么玩 才是取货之源 待黑森人的野心被激发出来 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那就真的无法避免了 知道归知道 哈德逊却没有跳出来反对 几个北部小国的死活 关他什么事 按照亚斯兰特大陆的玩法 即便是放任黑森王国向北大陆扩张 他们的步伐也快不起来 想要顺利吞并一个国家 哪怕是最小的博国 也得政治 军事 外交手段全部走上一遍 还要面临一众强国的干涉 手段稍微有些过激 就要被人拉包围网 揍得爹妈都不认识 宰相说得不错 现在的国际局势变了 我们都对外政策也应该跟着随之变化 目前中部几个大国都想要北进 以王国目前的状态想要阻挡他们 难度实在是太大 不如适当做出一定的让步 牺牲那帮墙头草的利益 暂时稳住他们 为王国恢复元气 争取足够的时间 祖埃尔侯爵的话 将随新号新号新号政策进一步挑明 一切都是源于利益 东南几个行省有国防压力 西南诸省同样也不轻松 大家都忙着恢复实力 现在王国内部的一众贵族 都不想在此刻发起战争 原本叫嚣的卡莱斯伯爵和马丁内斯伯爵 此刻也沉寂了下来 很明显他们同样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黑森王国爆发战争 有机会将敌人引开 谁愿意让自家的地盘变成战场呢 祖埃尔侯爵 敌人的野心不是些许利益能够喂饱的 我们越是对他们放纵 他们的野心就会越大 早晚有一天会反噬到我们身上 或许到时候我们的敌人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黑森王国 而是被欲望所统治的中部多个王国 最好的选择还是现在立即打出去 用铁鱼火浇灭敌人的野心 而不是引诱他们去吞并别的小国 西罗公爵急忙反对道 主战派溃败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连挣扎都懒得挣扎 逼得他不得不出头 若是随星号星号星号政策通过 战争一时半会儿 肯定是打不起来了 黑森人只要脑子没进水 就知道去欺负乡邻的小国吃肉 而不是跑来和阿尔法王国这块铁板死磕 局势这么发展 国内一众贵族都如了心意 唯独他们北地贵族悲剧 和平年代慢慢发展 原本属于北地贵族的军事优势 很快就会被大家追赶上来抹平 某些富庶的大贵族 甚至还有可能凭借自身雄厚的财力 在军事上将他们超越 西罗公爵 如果你能够解决王国的财政问题 在想办法弥补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 要是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你的建议 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 别忘了 战争打的可是后勤 以王国目前的财力 恐怕战争才刚刚开打 我们就没钱了 这次的敌人不是一族 甭指望人族联盟能够给我们兜底 如果阁下能够保证 王国军方在后勤物资供应不上的情况下 可以继续为王国征战 那么算我没说 德尔加多侯爵的话 直接将西罗公爵淹了一个半死 其他四大公爵也被弃得脸色铁青 军队战斗力逊色一筹的问题 还可以想办法克服 大不了拿老兵去堆死精兵 凭借大家丰富的战斗经验 到了战场上未必没有胜算 可是没钱 战略物资供应不上的理由 着实是无解的难题 以阿尔法王国的财政状况 莫说是出去借贷 不被人提前催收 都算是债主们给面子 弗兰西斯伯爵 按照大家刚才的提议 外务不有能力将黑森王国摆平吗 凯撒四世关心的问道 10 10 10 11 11